我叫劉曉冬 我來自北京 大概從小就畫畫 我喜歡人對人的直接去畫 無論去哪裡 我想直接面對它們去畫下它們 其實我的畫有很多社會背景 《Donuts》收藏這件 其實我是應該是2010年 我在中國無錫的太湖裡面畫的 我請了七個TNH小男孩坐在一條船上 然後在岸上搭了一個棚子 我直接面對它們 它們一直坐在船上 我面對它們畫下它們 因為當年太湖有很多污染 那個海藻長了非常非常多 雖然你看上去很美 因為是綠色的海藻 可是真正生活在那兒 那個海藻會使很多魚 很多水裡的生物 會受到很多傷害 面對這種自然的或者是人為的災難 有一種觸動 所以我想畫下這種畫 因為人的一生 天災人禍會遇到很多 包括這張畫 上一次我聽妹說 這邊要著火了 山林要著火 只差500米就燒到這張畫 可是那個火突然轉方向了 我非常高興 因為我畫的是水 給它這個葡萄園帶來了一種幸運 就是水是滅活的 所以這都是很巧合的因緣和故事 藝術品是這樣 你要愛它 它會給你帶來幸運 雖然是我的畫 經過看別人的 在看這邊的風景 我覺得它很適合在這個環境 我覺得很美妙 就是它是水天一色的 水和天都在一起的 雖然是一個集體的少年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孤單 風景太美 會使人產生一種美好中 美好中的孤單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放這兒 走了一圈以後 我感覺更好一些 我希望來這畫前的人 先走一走這片風景 突然一進來就喝酒 他對這張畫 和對這個風景的關係 卻少一些聯想 先看看風景 然後最後回到這兒休息 可能會感覺到 中文叫同舟共機 一種既美好 又有一點憂傷 又有一點 非常非常緩慢的情感在裡面 我當然希望這個 這樣的一種欣賞次序 好,這嗎? 好,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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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拍笑 對這張畫面